县内各界都相当关心南投县内垃圾计划问题 而当中立委蔡培会在去年立委补选时就承诺 协助南投市民间乡的垃圾来做清运 时至今日这样的承诺是否兑现 县运的鸿鸣科就相当关心 所以在本日定期会总咨询议程中 也请环保局能与蔡立委来做联系 了解南投市民间乡垃圾清运的相关进程 要把我们南投市民间乡的本数来来外印 说他如果来顺利来动算一年 要把我们处理五万吨 现在他动算了 有没有 我们做一个局定 为了南投官的佩生 你应该要刷你的 侠你的库顶 来亲身来给他拜托 来给他请求来给他麻烦 那时候国会是有硬不硬 不要说在选举的时候 卫好到卫难会 你说完之后 一切都没准算 自县长许索华上任以来 在议长何胜峰 副议长潘玉全的积极协助下 来与多个外县市联系后 南投县内所堆支的垃圾 都能开始逐渐外印 对此县议员蔡中志 也肯定许县长的用心 另外对于立委蔡培会允诺 协助清运南投市民间乡的垃圾 蔡议员也希望环保局能够 与蔡立委联系 看是否能够紧速来完成 跟我们委员诱一下去拜访一下 看到底有没有 如果没有 我们再来做后续的处理 南投县内垃圾区画问题 因为有关县内发展及环境的维护 所以议员们都相当关心 也希望针对这样的问题 县府能够不分难律 积极地来做联系与规划 找入位县内垃圾的区画 找出妥适的办法 记者吕凯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 摆议会采访报道